饭店大厨都不告诉你的 食道经典 家常菜做法 第一道 蒜香排骨 剁好的排骨 加生抽 蚝油 盐 胡椒粉 一勺淀粉 蒜末 抓拌均匀腌制十分钟 油温六成热下锅炸 炸至金黄熟透捞出 另起锅蒜末爆香 然后倒入排骨 新红椒 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 想吃您也回家试试做吧 第二道 黄焖牛肉 一碗清水 加盐化开 再把牛肉放入淡盐水中 浸泡十分钟 泡不淡盐水的牛肉会变得很软 也更容易熟 口感也会更好 然后再放入锅中煸炒 煸炒过的牛肉吃起来会更香 煸炒至焦黄 再放入葱姜 八角干辣椒 香叶 冰糖 生抽 老抽 蚝油 黄豆酱 盐鸡精 一定要加入开水 锁住牛肉的营养 扣盖小火慢炖五十分钟 然后再加入胡萝卜 土豆再炖二十分钟 放点蒜苗 大火收汁 这道黄焖牛肉 非常的软慢入味 第三道 爆汁油豆腐 油豆腐减一刀方便入味 由热下两毛钱肉末炒至变色 放蒜末小米椒 辣椒粉炒香 倒入适量清水 调味放盐鸡精 生抽 蚝油 下入油豆腐煮三分钟充分入味 再淋入水淀粉 勾个薄芡 最后撒上蒜苗 翻炒均匀即可 这样做的油豆腐 好吃入味 第四道 香辣猪蹄 猪蹄冷水下锅 加葱姜 料酒去腥 煮出血沫 捞出用温水洗净 油热下姜片 洗净的猪蹄 好吃表面微黄下姜蒜 八角灰皮香叶 干辣椒 白色的盐 几粒冰糖 一大勺生抽 老抽上色 蚝油 加一罐啤酒去新香香 肉质更冷烂 适量开水 盖盖转小火慢炖59分钟 出锅前下大蒜青红椒 翻炒收汁就可以开吃了 第五道 椒盐鸡翅 八刀 加料酒 生抽 老抽 盐 胡椒粉 抓匀腌制30分钟 再打入一颗鸡蛋 一勺淀粉 抓拌均匀 鸡翅油热下锅 小火慢煎 煎至八面金黄鸡皮 最后撒上椒盐 哇 真的太好吃了 第六道 豆皮金针菇 首先金针菇去根不要扔 水开下金针菇和豆皮 煮两分钟捞出 油热下葱蒜小米椒 炒香后放一勺豆瓣酱炒出红油 然后加适量开水 调味加生抽 老抽 蚝油 盐鸡精 再倒入豆皮金针菇 零少许水淀粉勾切 咕咚咕咚两三分钟就可以开吃了 想吃你也回家试试做 第七道 香辣虾 锅中油热倒入大虾 炒熟盛出备用 锅留底油酸墨巧米辣炒香 倒入大虾 加盐鸡精 生抽 蚝油 炒出香味 最后来点葱断翻炒几下 即可出锅 这样做的大虾香辣有味 第八道 砂锅鲁鱼煲 鲁鱼先做成块 做好的鱼块 先加入盐 胡椒粉 生抽还有老抽 再来一点点料酒 去除腥味 加一勺蚝油 再加入葱段和生姜 给它抓拌均匀 炎至15分钟 锅中油热 加入姜蒜爆香 把蒜子煸炒得微微焦火 然后再下入洋葱 再把腌好的鲁鱼铺上去 皮一定要朝上 这样焗出来的鲁鱼才会更好看 扣上盖子 沿着锅盖淋入一圈白酒 开中小火焗8分钟就可以了 喜欢吃辣的可以放一点小米辣 再来点葱花 点缀一道好吃 又简单的砂锅去鲁鱼就做好了 第九道 蒜苔炒牛肉 牛肉切薄片 加姜丝 盐胡椒粉 生抽 老抽 蚝油 一勺淀粉 刷拌均匀腌制10分钟 再放点食用油锁住水分 锅中油热放入牛肉炒至变色盛出 倒入姜蒜泡椒 蒜苔 加少许生抽 炒出香味 再倒入牛肉 大火翻炒均匀即可出锅 第十道 辣椒炒肉 不用放油 然后倒入青椒 炒出它的水分和香味 放拍蒜子和豆豉 料酒 生抽老抽 蚝油 我每天都在用心的浇做菜 您就给个关注吧 方便下次想吃 不会做随时找得到我 最后下入青椒大火翻炒均匀 即可出锅 浇香下饭的辣椒